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炎炎夏日 我垂头丧气 从售楼处出来 立马被热浪逼回角落的阴影里 想起刚才销售顾问的话 用摸了摸兜里的银行卡 我咬咬牙拨通了那个 默念了千百遍的号码 滴滴滴,没人接 这么多年 叶清淮肯定换号码了 丝丝失落弥漫上心头 却又似乎松了一口气 正准备挂 电话却忽然接通了 喂,哪位 熟悉的男生穿过话筒 还是记忆里的矜持冷淡 我的心狠狠颤抖了一下 稳定心神咽了口口水 喂,叶清淮吗 你好,我是齐悦 她好像原本在什么喧闹的地方 不宜会背景音迅速安静下来 只听到浅浅的呼吸 嗯,什么事 还是这么冷淡啊 也是,毕竟从前也不是多熟悉的关系 如果不是后来 我们可能连话都搭不上 我自嘲地笑笑 反而放松下来 那个,想请你帮个忙 能不能提供下你的房产情况 对面那人停顿了许久 在开口却带了三分击窍 这么多年没联系 开口就是问我的财产情况 你可真够现实的 我的太太 对,我跟叶清淮 虽然不熟 但却是正儿八经 领了红本本的合法夫妻 要不说人穷之短呢 对着这明显的嘲讽 我却只能干巴巴地挤出一个笑 我没别的意思 这不,我打算买房 可是售楼处说 最近限购 要查家庭房产情况 叶清淮治了一席 冷哼一声 把我打入谷底 你买不了 我名下十栋楼 对面干脆立楼挂了电话 我抹了把汗 抬头看着不远处 临次至比的高楼 一直不住苦笑 齐悦呀齐悦 你在天真什么 堂堂叶家的少爷 怎么可能没房子呢 我跟叶清淮 是大学同学 虽然同在法学院 但却是不同世界的两个人 他是高冷英俊的校草学霸 家世显赫 高高在上 我却是拿助学贷款的穷学生 父母双亡 低入尘埃 大四那年 相依为命的奶奶突发重病 我借遍了亲友 好不容易凑够了手术费 却承担不起 后续高昂的治疗费用 于是我开始逃课打工 不出意外 学期末我挂掉了一半的课 连不考也没赶上 辅导员点着我的成绩单 痛心疾首 眼看就要毕业了 还差两个学分 难道你要严避吗 严避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实在 在交不起一年的学费了 可明明只差一点 只要我能毕业 就能找到工作赚钱 治好奶奶了 咖啡馆 我取了外卖 急匆匆往外走 耳边传来叽叽喳喳 你们听说了吗 隔壁宿舍的小梁领证了 呀 结婚证是全国性证书 毕业值两个学分呢 两个学分 我一个愣神 打翻了外卖盒 滚烫的咖啡 花的浇在了一旁男生的电脑上 我慌乱地道歉 承诺赔偿 却在看到电脑牌子时 崩溃大哭 这是奶奶三个月的治疗费 男生似乎被我吓到了 说不用我赔 我的泪水却怎么也止不住 最后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单腿蹲了下来 有什么要帮忙吗 那声音清冷 却有安抚人心的作用 我抽掖着抬起头 泪眼朦胧里 是一张年轻英俊的脸 在学院无数次擦肩而过 让全校女生痴迷疯狂的脸 鬼使神差的 你 你能跟我结婚吗 到今天我也没明白 叶清怀为什么会 轻易答应跟我结婚 大概是 有钱人对我们这些蝼蚁 偶尔施舍的同情心吧 多亏了那两个学分 我磕磕绊绊地毕了眼 不久 奶奶还是去世了 我再也没有联系过叶清怀 其实一开始 我也想过找她 想办离婚 这场有名无实的婚姻 不是爱情的圆满 只是怜悯的产物 而她这样的人 今后一定会遇到 更光彩夺目的女孩 让她带着满心的喜悦和期待 走进婚姻 到那时 不该还有个暗淡无光的我 后颜占着叶太太的头衔 可当我打听她的消息 却听说她出国了 那一瞬间 我竟有些隐秘的欣喜 因为那一纸轻飘飘的结婚症 似乎证明着 这世上某处还有一个人 与我有着一丝丝的牵扯 让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穷人是没有资格伤春悲秋的 害得打工 第二天一早 我人母狗样地迈进 还宇集团的会议室 下一刻一个站不稳 差点崴了脚 上手的男人五官英俊 退去了当年的青涩 气势越发凌厉 万万没想到 BOSS口中办好了 够全力所吃一年的大单 竟然是叶清怀的公司 吃一年 吃不下一口好吗 BOSS热络寒暄 我狗狗碎碎挑了个角落 低头坐下 指望他没注意到我 四年没联系 乍然在这样的场合 重遇结婚证上的老公 就有一种 被捉奸的心虚 可下一秒 我就被这莫名的想法吓了一跳 清怀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爸妈还说 两家一起吃饭呢 娇柔的女生 打断我的胡思乱想 同事方雪薇身穿全套小箱 大大方方坐在了BOSS下手第一位 方雪薇是跟我同一年进来的 名校毕业 家世显赫 人又甜美 在律所人气很高 可 清怀哥 我从笔记本后偷偷抬起头 却不小心和叶清怀四目相对 坏了 暴露了 我一个哆嗦 埋头看地板 上个月 男人听上去 礼貌而淡漠 小组同事们 暗暗交换着眼神 BOSS试探地开口 叶总 我们方律师是 宾大法学院的高材生 这次就由他负责对接贵公司吧 叶清怀不置可否地恩了一声 方雪薇精致的小脸上 飞快闪过一抹得色 不等他说点什么 叶清怀敲了敲桌面 缓缓开口 怀与这次内部章程和规定的审查 非常重要 也关系到 后续我们是否能继续合作 所以我希望顾问团队要足够专业 经得起考验 金主爸爸说什么都对 BOSS连连称事 真会装逼 我在心里吐槽 谁料叶清怀扫尸了一拳 视线似笑非笑地落在我身上 比如 我就想考验下齐律师 我过骗婚该盼几年 会议试一下安静了 探究的视线 从四面八方射过来 其中有一道尤为带刺 我整个人都裂开了 这男人搞鸡毛啊 还骗婚 指桑骂怀的 我是骗你钱 还是骗你色了 不明所以的BOSS重重 咳了一声 递了个眼色过来 齐悦啊 工作要紧 专业 要专业 我深吸一口气 勉强挤出一个职业微笑 叶总说笑了 我国是没有骗婚罪 这个罪名的 一般情况下 所谓骗婚 是指以婚姻名义 构成的诈骗罪 根据诈骗数额 犯罪情结处 不同年限的 有期徒刑和罚金 也就是说 我强迫自己 证实他的眼睛 加重了语气 如果没有骗取财物的情结 是不构成骗婚的 叶清怀犀利的目光 紧紧绝住我 半晌 他松开眉头 轻笑一声 不愧是恒德的律师 果然不同反响 我暗自松了一口气 谁料BOSS这死人 惊眼珠一转 顺口就把我卖了 齐律师也是我们团队的 中间力量 难得叶总赏识 齐悦 你就跟雪薇 一起负责这次项目吧 走出环宇大楼 我紧绷的神经 才暂时放松下来 方雪薇面无表情 蹬着小高跟 走在最前面 有关系好的同事 悄悄问我是不是认识叶清怀 我支支吾吾善笑 就 大学是一个院的 但是不太熟 另一个同事喊语 吃笑一声 叶总是什么人物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凑上去的 不像我们雪薇 跟叶总家 是这儿八经的事交呢 此言一出 其他同事们都沉默了 方雪薇的嘴角 挑起细微的弧度 也就是从小一起 长大罢了 她顿了一顿 冲我怜悯一笑 齐悦你别在意 清怀哥哥 不是故意为难你 你不知道 我们这样的人家 不清高些 不知道有多少人 往上扑呢 我差点气笑了 是啊是啊 叶清怀可不是块大肥肉 可惜我吃素 所以这块肥肉 还是让给狗吧 方雪薇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狠狠瞪了我一眼 登登登走远了 律所对环宇的项目高度重视 第二天就派小组 到环宇住厂办公 而方雪薇 把最繁琐的资料整理工作 交给了我 美名曰锻炼成压能力 我知道她是整我 但也只能咬牙接下 天色渐晚 方雪薇大方帝 邀请大家去吃日料 同事们欢呼起来 方雪薇好像忽然想起什么 惊讶地捂住嘴 呀 齐悦 你怎么还剩这么多没做 晚餐看来你是赶不上了 不过别急慢慢来 明天上班前完成就行 会议室很快就剩下我一个 看了眼前小山一样的资料 我苦笑一声 大学毕业一年后 我终于重新考上了研究生 又被导师推荐 尽了横德 作为所里履历最普通的 我只能比所有人都努力 夜色渐沉 会议室外最后一盏灯也熄了 我的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电脑 忽然眼前头下一片阴影 怎么还在 低沉的男生不变情绪 我揉了揉酸疼的眼角 撞进一双深不见底的黑眸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但没想到第一次单独相处 来得这么猝不及防 我顿时手足无措起来 我 我加班 就你一个人 叶清怀的声音有些不悦 我以为这是甲方大大嫌弃我们不重视 连忙起身分辨 本来同事们一起住场 他们的工作都完成了 说我比较慢 叶清怀扫了眼乱七八糟的桌面 皱起眉头 齐悦 你还是这么逞强 我愣了一愣 不明所以地看着他 他忍耐般闭了闭眼 深吸一口气 在我旁边坐下了 见我还处在一旁 他不耐烦地敲敲桌子 给你梳理下 环宇的部门架构 我大喜 我的工作之所以进展缓慢 主要是因为 庞大的集团内部关系过于复杂 很难梳理资料之间的关系 叶清怀作为总裁 无疑是最了解环宇的人 这家伙的精神状态 稳定地出奇 好像前两天挂我电话 当众为难我的人 根本是另一个人 也许是夜色的缘故 眼前的男人 不再像前天一样 咄咄逼人 鸭语般的睫毛垂下来 遮住了那双冷淡的眼 有一瞬间 我好像以为 看见了四年前的叶清怀 领证前有几次 我也像这样 跟他肩并肩坐在一起 看他在纸上勾勾画画 八月前要结算学分 所以最迟七月前 我们得把手续办了 我们得分别回去取户口本 他的侧脸很好看 有疏离的不真实感 但他又离我这么近 近到好像一伸手就能够到 齐悦 齐悦你有没有在听 男孩和男人的声音 在记忆中重叠 我从游离的思绪中被换回来 迷茫地盯着眼前的人 这人促起好看的眉毛 不满地敲敲桌子 你怎么还跟以前一样老走神 我回神 猛地后仰拉开距离 却不妨一个打滑 连人带椅子向后倒去 意料中的剧痛没有到来 一只长臂横揽过我的腰 将我牢牢稳住 坚实地大掌扣在纤细的腰间 温度穿透轻薄的布料 灼热了我的皮肤 我不安地扭动了一下 头顶的气息瞬间紊乱 别乱动 我抬头 四目相对间 叶清怀一脸严肃 耳后却染上一抹可疑的红 我慌张地从他怀里退出来 对不起对不起 椅子滑了 叶清怀放下悬空的手臂 微微拧起眉头 齐悦 不要老是说对不起 这人怎么这么难伺候 道歉也不行吗 我暗暗付匪 头却点得飞快 嗯 对不起对不起 以后不说了 叶清怀露出无奈的神色 美好气地伸手在我头上薅了一把 说话就说话 怎么还动手呢 我刚要还手 忽然想起对面这人的身份 只能郁闷地服软 算了 金主爸爸我惹不起 有了叶清怀的神助攻 后面的工作我驾轻就熟 第二天 方雪薇看着整整齐齐的资料清单 挤出一个勉强的笑 没想到 齐悦你还挺快的 我端庄地抿了口茶 轻描淡写 也还好吧 眼看她的脸逐渐变形 我在心底暗暗感慨 装逼是爽啊 连续吃扁 终于让方雪薇放弃了针对我 项目开始紧张地推进 两个月的连轴转 换来了还宇的高度满意 叶清怀当即拍板 把未来五年的法律顾问 和涉缩案件都交给恒德 BOSS宣布这一消息的时候 大家欢欣鼓舞 这笔合同签下来 所有人的年终奖 必定上一个档次 等我们兴奋过去 BOSS轻轻嗓子 这次能拿下还宇 有一位同事鞠躬甚微 那还用说 一定是雪薇呗 韩宇迫不及待打断BOSS 雪薇是负责人 又跟叶总走得近 方雪薇微微一笑 并不说话 同事们也负合称赞她的几句 BOSS却不动声色 方律师的确也做出了很多贡献 不过她的眼神微妙 还宇这次着重表扬了齐悦律师 并希望齐律师作为还宇未来的主要法律顾问 小组会结束 我感受到身边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方雪薇对我的态度从不屑变成了漠视 而韩宇一帮人居然对我有了笑脸 这天下班前 我又接到了售楼处的电话 齐小姐 你上次看的那栋楼只剩最后一户了 你还买不买啊 挂了电话 我又翻出了银行卡余额 盯着那串不长的数字 又算了算今年的年终奖 我终于下定决心 再次拨通了叶清怀的电话 还宇隔壁的法餐厅 叶清怀来得很准时 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 衬得他格外挺拔 这么多年都没想着请我吃饭 怎么忽然良心发现了 今天的他看上去心情很好 薄唇边竟然勤着一抹笑 整个人好看得炫目 我恭敬地给他倒了杯水 今天请叶总吃饭主要有两个事 一是想感谢您在加班时帮忙 还在boss面前说了好话 把还宇的顾问给了我 他闲闲靠着椅背 修长的手指一下下扣着扶手 随意嗡了一声 第二件事 我舔了舔干涩的唇 埋下心底的那丝情绪 一开视线不看他 我想跟叶总谈一谈离婚手续的事 对面的人定住了 半晌 我听到叶清怀冷笑了一声 离婚 齐悦 你失联四年 第一次找我是问房子 第二次是为工作 第三次居然是为了离婚 齐悦 你当我是什么 她的声音低沉冰冷 里头隐隐翻滚着怒气 我对她乍然而来的怒气 感到莫名其妙 却也只能硬着头皮解释 不 你别误会 就是我看中的那套房子比较着急 不离婚没法 我的解释并没有用 她脸色更加阴沉 挺直了几倍 逼述我 买房 我还不如一套房子 救命这是什么逻辑啊 你当然不如房子 房灯柱能升职我 还能卖得换钱 你能卖吗 我被她这一问噎住了 气氛骤然冷了下来 叶总 我斟酌着开口 其实离婚也不光为了买房 您看您年纪轻轻 事业有成 成家也就是眼前的事 早年您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 我无以为报 更不能在你的人生大事上 给你添麻烦 咱们早早把婚礼了 不离 叶清怀打断我 语气不容置疑 我惊讶地看她 英俊的脸上一片平静 她靠回以背 又变回了那个 金贵自持的叶总 我是还宇的股东 如果离婚 要发权益变动的公告 会影响还宇的股价 我可以签协议 我一听是这个理由 松了一口气 我什么都不会要 公告也不会有影响的 她好像失去了耐性 烦躁地敲了敲桌子 我刚上任就发布离婚 会影响股东和董事会 对我的信任 黑毛危险的咪起 当年是为了帮你才领的证 你总不会现在坑我吧 我被质问得哑口无言 这事是我理亏 可房子 至于买房 叶清怀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 可以先落在别人名下 过两年再过户给你 所有手续我来办 沉默再次在两人间蔓延 叶清怀没有再给我施压 只是淡淡地看着我 似乎笃定我不会拒绝 终于 一年 我伸出一根手指 一年后 等你这边稳定了 我们就去办离婚 叶清怀脸上的神色 一瞬间松弛下来 寒冰消融 她向我伸出右手 我犹豫地伸手 被她一把握住 她的嘴角 勤着一抹自信地笑 眼中有光滑流转 那就一言为定 叶太太 接下还宇的顾问 意味着堆积如山的工作 午休时分 我晕头转向地出去觅食 却被急促地喇叭惊住 黑色麦巴赫 大大咧咧停在大楼门口 引来各种明里暗里的围观 车窗摇下 露出一张熟悉的脸 这人来干嘛 我心虚地左右看看 三步并两步溜到车边 你怎么来了 清冷的眉间 染上玩味的笑意 叶清淮伸手敲敲车门 上车 去哪儿 买房 不愧是总裁 效率真高 样板房里 销售小梁土摩横飞的讲解 我已经听了十几遍 却一点不觉得厌烦 叶清淮几步走完房子 皱着眉头 这房子也太小了点 小梁不愧是销灌 立刻笑咪咪接话 这栋是小户型适合独居 隔壁还有160瓶的四居 二位以后生了宝宝也宽敞 叶清淮露出满意的神色 顺手揽过我的肩 去看看 我猝不及防 撞进他的怀里 整个人都僵住了 不 不必了吧 怎么不必 他微微使力 眼里闪过狡黠的笑意 万一以后生了 卧槽 这人在说些什么 我触电一样 把他拽到一边 压低声音 你装上瘾了呀 声什么声 就这个就行 一个卧室一个书房刚好 叶清淮文言 脸色一变 直勾勾盯住我 那我呢 我住哪 你 这我家呀 不是你名下十栋楼 爱住哪住哪啊 见我一脸猛逼 叶清淮不悦的神色更浓 薄唇紧敏着 我费了这么大劲帮你 屋里居然连我的位置都不留 我是幻听了吗 怎么居然听出了一丝 委屈 我一时被他的神罗计绕住了 糊里糊涂答应给他这一张沙发床 直到签完约 我才反应过来 谁帮谁呀 要不是他不肯离婚 我需要他帮我办手续吗 我深感受骗 闷闷不乐回到车上 叶清淮却还在耿耿于怀 好歹也是叶太太 这房子太寒酸了 钱不够吗 环宇这笔单子怎么也够首付了 不是钱的事 我小心地把合同塞回包里 声音很轻 只有这栋楼是我家 叶清淮愣住了 我跟奶奶原来的老房子 就在这个位置 我冲他笑了笑 之前为了手术费 我把家卖掉了 现在我终于可以把它买回来了 自从买了房 我更忙了 白天在律所和环宇间马不停蹄 晚上还得研究新房装修 叶清淮开始频繁地给我发链接 怎么打造温馨小户型 89瓶双人爱潮装修实录 和爱的人把家装成喜欢的样子之类的 有一次开大会的时候 他甚至给我发了一条狗 叶清淮 我觉得你可以养一只边木 我抬眼看了看 总监还在口若悬河做汇报 叶清淮面色冷酷地坐在台上 完全看不出来在底下干些什么勾当 于是我没好气地回他 打工人 没空溜 台上人微微低了个头 叶清淮 我有 呵呵 万恶的资本家 养狗 我觉得你就挺狗 吐槽归吐槽 这男人的审美还是不错的 于是在我还没意识到的时候 新房子里贴上了他推荐的奶油色墙纸 满铺了人字披墓地板 甚至 我开始认真考虑 要不要养一只狗 想象了一下一本正经的叶清淮被狗子扯着跑的样子 我在会场上 只是最近实在太累了 只是最近实在太累了 再多的咖啡因也没抵挡住困意 不知过了多久 撞到哪儿了 撞到哪儿了 叶清淮半蹲在我面前 宽阔的手掌捧着我的脸 焦急地掀开刘海查看 一贯冷静的声音里有浓浓的慌张 泪水呼住了眼睛 我抽了抽鼻子 憋着嘴 痛 确认了没有外伤 他松了口气 从担忧变成嫌弃 谁让你在这睡的 我带着睡醒后的三分困意 有些委屈 都怪你 要加班 他一愣 又好气又好笑 谁知道你白天是不是摸鱼了 想起开会时他欠揍的样子 我气不打一出来 到底是谁开会摸鱼看狗子 叶清淮们笑着起身 顺手把我拽起来 好好好 那现在不许你加班了 赶快回家 那怎么行 还没做完 不许说不 这是甲方的要求 他把西装披回我身上 垂眼给我扣扣子 我仰着头 看他锋利的轮廓 变得温柔 属于他的气味 瞬间把我整个裹住 好像被蛊惑住了 我顺从得点了点头 回到家里 已经是半夜 叶清淮说归他说 可活在人在 给我十个胆子 也不敢开甲方的天窗 我洗了把脸 准备通宵 手机叮的一声 王姐 齐律师 刚通知明天的会议取消了 材料过两天丢我就行 底肩还萦绕着 若有若无的气息 我望着衣架上那件 工工整整的西装 心头划过异样的情绪 叶清淮 是不是对我也太好了一些 打工狗 没有资格深夜阴谋 饱饱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我满血复活 对昨晚那些 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 我理智气壮地说服自己 困了就是容易做美梦啊 正准备埋头干活 手机收到新信息 叶清淮 沙发床从法国运到了 下午你回家签收下 这么理所当然的起始句 我妈了 得寸进尺 是不是总裁的传统艺能 看在昨晚的份上 我委婉地给他解释了下 什么叫领土主权 叶总 那是我家 叶清淮秒回 嗯 所以 大大的问号 在拷问我的尊严底线 我想把手机砸到他脸上 但又想了下今年的年终奖 觉得底线也不是不可以再低一点 于是我放下手机 决心用沉默 守护我家的主权完整 埋头干完材料 交给王姐 他十分客气 齐律师不必这么着急的 肖副总昨天特意交代 我不要催你 肖副总 我努力回忆这好人物 脑海里出现一个略油腻的中年胖子 哦 好像是怀宇的副总 大概是叶清淮交代他的吧 我忽然有些脸热 含糊地应付了两句 王姐露出一个惠莫如深的笑 没再说什么 回去经过隔壁办公室 有人压低声音在聊天 你们恒德的那个齐律师 好像跟肖副总有关系 就那种关系 真假的 肖副总都一把年纪了 一个熟悉的女生 轻蔑地切了一声 她在我们律所 就搞这些不清不楚的 不然这次还宇的案子 也不会点名给她 真是不要脸 幸亏方律师 你今天告诉我们 不然还以为她是什么正经人 高跟鞋哒哒哒 方雪薇拎着小包 从里头走出来 看到门口的我 愣了一下 撞开我就要走 我压住心中的怒气 不道歉吗 礼貌或者廉耻 总要有一个吧 方雪薇一个转身 精致的脸上满事不屑 廉耻 不知道是谁没有廉耻 你凭什么抢到怀宇的案子 不就是靠那点关系吗 你 背后响起一声重重的冷哼 方雪薇惊喜地转头 清怀哥哥 现在律师这么不专业 都可以直呼客户的名字了 叶清怀领着一群人 从走廊一头大步走来 面上一层寒霜 方雪薇的小脸 刷得惨白 环宇的法律顾问 是我亲自订的 叶清怀的目光像脆了冰 刚才跟他一起 八卦的几个人 抖抖锁锁 环宇只要最优秀的 齐律师的结案率和胜诉率 在恒德一直都是第一 我想不到请别人的理由 至于你们说的靠关系 下一刻 我的手腕被拽住 猝不及防 撞进他的怀里 叶清怀搂着我 居高临下 屁腻全场 他的确有关系 我就是他的关系 谁有问题 谁有问题 他摆出一张梁家灰脸 谁敢有问题 环宇众人静若寒蝉 连我都被他震住了 方雪薇在开口的时候 我是由衷佩服这劫的 嗯 梁静如给的勇气 齐悦你别得意 你以为就凭你 真能嫁进叶家吗 他极恨的视线 落在我们交叠的手上 不是 我要说回刚才的话 你有能耐 朝你的清怀哥哥之棱啊 捡我这个软柿子 捏算什么好汉 可还没等我想好 怎么还击 就听到叶清怀 干脆利落地打断他 我们结婚四年了 这下我想把我的头揪下来 方雪薇惊得舌头打架 清 清怀哥 你开玩笑的吧 叶清怀连眼神都懒得给他 要给你看结婚证吗 这下他终于闭嘴了 眼看众人被炸翻 罪魁祸首是诗然松开我 理了理衣服 我用材料捂着脸 打算趁大家还没反应之前 赶紧留 却没想到又被揪住 齐悦 下午记得回家收沙发床 沙 发 床 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吗 我咬着牙缓缓回头 用尽毕生力气 才挤出一个难看的笑脸 好的 我早该想到的 事情不止一张沙发床这么简单 我心情复杂的 看着流水一样搬进来的洗碗机 烘干机 空调和马桶 深刻体会到 主权一寸寸沦丧的感受 而这厚脸皮的入侵者 此刻正对着那张 抵我半年工资的沙发床 挑三拣四 这个颜色比图片深了点 要不还是换成浅棕色 我坚定拒绝 不必 这就挺好 叶清淮惋惜地摇摇头 试图说服我 我还是喜欢浅棕色 跟墙纸更搭 腰瘦了 你喜不喜欢有屁用啊 我咬牙切齿地再次提醒他 叶总 这是我的家 嗯 叶清淮挑眉看我 似乎有些困惑 我闭了闭眼 决定还是一次说清楚 叶总 作为老同学 我非常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那天为了维护我 告诉大家 结婚的事情也是不得已 但我觉得为了一年之后顺利离婚 咱们还是应该适当保持距离 以免更多的人误会 略显局促的房间里 空气停止了流动 我觉得有些喘不过气 过了好久 叶清淮吃笑了一声 老同学 原来我在你眼里一直都只是老同学 你以为我当初答应结婚是为什么 现在不离婚又是为什么 真是因为什么狗屁的骨架 我说不出话来 灼热的身躯骤然逼近 将我牢牢抵在墙边 熟悉的气息瞬间笼罩下来 我慌乱地低下头 齐悦 你看着我 她执着地抬起我的下巴 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 这么久以来 我对你来说 真的就只是同学吗 她的下颌紧绷 浓黑的双眸里映着落日余晖 好像有一把火在燃烧 我们离得那么近 呼吸纠缠 但她沐浴在光里 辉煌耀眼 我陷在她的阴影里 暗淡卑微 是 只是同学 我从喉咙里挤出这几个字 叶清淮眼里的光瞬间熄灭了 她像一只受伤的野兽 慢慢松开手 亮呛着后退 好 齐悦 很好 叶清淮走得很决绝 刚才还满满当当的房间 忽然空旷起来 我把自己埋进了那张沙发里 忽然觉得好累 齐悦 你是个懦夫 我对自己说 你真的没有感受到她的感情吗 怎么会呢 那样坚定地维护 和明目张胆的偏爱 你坦然享受着这一切 还要自欺欺人 这只是普通的友情 齐悦 你不但懦弱 而且自私 你没有占到她身边的勇气 却又贪恋着难得的温情 我睁开眼睛 看着这奶油墙纸 披目地板 还有阳台角落的空位 那是为狗窝留的位置 这屋子 差一点就像家了 那天过后 我的工作一如往常 只是大家的态度变得恭敬 有一秒钟 我想过辞掉这个项目 但只有一秒 无她 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太宝贵 这个社会 就是这么搞笑 顶着叶太太的title 哪怕是一只狗 也可以坐到这个位置上 但现在不是讲骨气的时候 我告诉自己 机会来的时候 别去想为什么 先紧紧抓住她 唯一的问题就是 我还是会经常见到叶清怀 在走廊 在餐厅 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 虽然我极力避免 还是不免有眼神交汇的时候 每次她都率先平静地一开视线 这似乎是我想要的完美状态 可为什么 我的心好像空了一块 不过我很快找到了治疗的办法 那就是更加拼命地投入工作 费寝忘食了几日 这天终于在傍晚 完成了一份大合同的审查 我常常舒了一口气 起身的一瞬间 我眼前一黑倒了下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耳边隐约有熟悉的声音 压得滴滴的 我艰难地挪动了下 身下是柔软的沙发触感 我挣扎着睁开眼睛 这是总裁办公室 巨大的落地窗前 叶清怀转身放下电话 快步走过来 好点眉 她的眉紧紧簇着 眼里的墨色浓得划不开 我还是有些头晕 轻轻点了点头 她紧绷的轮廓 终于松弛下来 抱胸立在一旁 医生说是低血糖 怀疑没饭给你吃了 我没吭声 面前的茶几上 米粥散发着诱人的甜香 饥饿感逐渐真实起来 我犹豫地看向叶清怀 她面无表情撇过头 我咬了咬唇 摇摇晃晃探出身子 去够周晚 妈的 一声低咒 很快的 一双长臂将我捞起来 叶清怀将我半圈在怀里 软糯的米粒 一勺勺味到唇边 但我却食不知味 隔着轻薄的衬衣 我切切实实感受到 她温热的胸膛 和蓬勃有力的心跳 连带着我的心跳 也加快起来 喝完就回去休息 身下的胸膛闷闷地震动 我偏头正对上她滚动的喉结 如果现在 吻上去 她垂眸看我 冷冷地 打断了我蠢蠢欲动的情念 按时吃饭 环宇不需要病秧子 第二天 我回律所汇报工作 迈进办公室那一刻 我就知道前几天的风波 已经比我人先回来了 BOSS和蔼地给我端了一杯茶 年底会空出一个高级律师的位置 好好加油 这明晃晃的暗示 让我心如雷骨 差点撞到一个人 看着点路 摊了高枝 也要当心摔下来 方雪薇脸上带着笑 说出的话 却恶意满满 好几道看热闹的视线 偷偷偷过来 你什么意思 他捋了捋头发 漫不经心的 没什么意思 就是好心提醒你 我正要再问 身旁响起振振惊呼 这是什么 我顺着视线看过去 整个人如遭雷击 电脑屏幕上 巨大的标题触目惊心 惊爆 环宇总裁隐婚妻子 净层是裴酒小姐 配图是一张模糊的照片 暧昧的灯光 醉酒的男人 和瘦弱的女孩 女孩的面容 掩在长发下看不清 但每天早上 我都会在镜子里 见到那张脸 齐悦 是不是哪里弄错了 有同事小心翼翼地问 我从电脑前 缓缓抬起头 正对上方雪薇嘴角地笑 是你干的吧 她挑了挑眉 你在说什么 陪酒陪的脑子坏了 下一秒 Boss皱着眉头进来 齐悦 有媒体打电话来采访 这是怎么回事 我捏紧拳头 让自己冷静下来 这是我的个人问题 我会尽快处理好 个人问题 方雪薇击翘道 这下不仅恒德 连环宇都要被人笑话死吧 方律师 请注意你的言辞 低沉的声音 蕴藏着危险的信号 叶清怀带着一身寒意 出现在门口 众人惊恶的视线里 他两步一脉 第一刻紧紧牵住了我的手 叶总 他下河紧绷 冷力的眉眼宛如利剑 一字一句斩钉截铁 请恒德通告所有要采访的媒体 这则新闻是不实消息 环宇也会同步发布正式公告 我神色复杂地抬头看他 涅如着想说点什么 食指娇缠间 他重重握了我一下 我浑身一颤 他英俊的五官如雕塑般坚定 我和我太太将正式提起诉讼 并追究相关造谣人员的法律责任 空荡荡的办公室里 叶清怀背对着我 站在落地窗前 你不该那么说的 我听到我的声音干涩沙哑 那张照片是真的 毕业后 我的确在酒吧工作过 那个修长的背影没有反应 我艰难地继续说 事已至此 我们明天就把婚离了 然后你再重新发个通告说你不知情 这样可以把损失降到 叶清怀骤然转身 浓浓的怒气几乎将我淹没 齐悦 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自说自话 我咬着嘴唇指甲刺入掌心 脚步急促而来 一双温暖的手握住我的肩头 叶清怀的声音轻轻地 隐忍而心痛 我知道你很强 但你能不能偶尔 试着依靠我一次 我努力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有一天 能让你好好的靠一下 我浑身一震 一个人艰难走了这么久 依靠是我人生的前半程 从未有过的奢望 好像有什么势不可挡的力量 一声声敲击着心扉 温柔而坚定 再抬头 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 叶清怀的脸上露出 从未见过的欣喜 她长舒了口气 把我深深深深地拥进了怀里 我迅速整理心情 拿出了身为律师的专业素养 固定证据 写起诉状 以诽谤罪起诉 同时 我不再拒绝叶清怀的帮助 一起寻找其他证据 这天我刚从外面回来 就接到BOSS的电话 我本以为BOSS来者不善 结果他竟然给我提供了几个 可能知情人的联系方式 我犹豫了下 问他为什么帮我 这人惊在电话那头笑了一下 当然是因为相信叶太太 那一刻我有些失落 但也很快释然 人在俗世 人之常情 不过 谁料他话风一转 我更相信 永远不认输的律师齐悦 一定会赢的 我愣住了 好好搞定这是 高级律师的位置还是你的 他顿了下 补了一句 这跟你是不是叶太太没关系 BOSS的电话宛如一记强心针 我从未觉得自己如此强大 久远的记忆随着连日奔走 重新浮现 大学毕业后 我找了一份小律所的工作 但还是还不起巨额的医疗费欠款 不得已 我开始去酒吧做服务生 偶尔运气好 会拿到不菲的小费 但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 待久了总会遇到麻烦 一天晚上 我被几个混混拉住 要求陪酒 见我一直拒绝 其中一人恼羞成怒 扇了我一耳光 我捂住火辣辣的脸颊 终于抑制不住委屈和愤怒 抄起酒瓶 朝他头上砸了过去 后来 有人报警了 派出所认定是户欧 当时的老板去领的我 帮我争取了和解 还垫付了一万块的赔偿 从派出所出来 老板看着我 依然红肿的脸 叹了口气 让我别干了 他先替我还钱 并资助我念研究生 那是我人生的 又一个转折点 这张照片 应该就是那次冲突时 被拍的 在叶清怀的强势介入下 最终在派出所 找到了照片泄露的线索 某周刊的记者 不知从哪听到了风声 托关系找到了当年的报案记录 偷偷翻拍了证据照片 至于背后指使 那记者一开始坚持说 只是自己想火 并没有指使 但随后 环宇提出不实报道 影响了公司股价 要求天价所长 记者绝望之下 终于松口 背后人正是方雪薇 开庭的时候 方雪薇一脸憔悴 出现在被告席 见到我却还是挺直了背 可能判不了实行 但这回保证方家插不了手 叶清怀在我身边滴滴解释 我已经警告了他父亲 方家最近的日子不会好过 这两日的新闻里 方家有几笔大生意 都遭遇重挫 甚至传言 因资金问题 方家已在破产边缘 看来是叶清怀的手笔了 我微笑着抬头看他 我没事 这都不重要了 从法庭出来 我惊喜地看到一个 许久未见的人影 徐律 明显发福的中年男人 笑呵呵地打招呼 小齐啊 徐律师就是 我当年的律所老板 我人生的又一位贵人 从前我时常去看他 我工作后 他去了外地开律所 我们便只能线上联系 但他依然是我 最为尊敬感激的长辈 我开心地约他一起吃饭 他笑着说 下午有重要工作 要赶回去 我惋惜极了 又忽然想起来什么 徐律 给你介绍 这位叶清怀 是我的 我支吾了两下 我是齐悦的先生 身旁的人笑着接过话头 我面上一红 哦 叶总啊 徐律镜片后的小眼睛 笑得眯起来 这么多年 终于见到真人了 你们 之前认识 我有些猛逼 叶清怀阻拦不及 尴尬地偏过头 徐律笑着点他 当年你出事 他半夜打月阳电话 找到我 说愿意出钱 求我去保你 后来你去读研究生 也是叶总帮忙联系的 不然凭我一个二流律师 怎么找得到业界大佬 给你做导师 送走徐律 我板着脸 叫住叶清怀 你那时不是出国了吗 他难得露出狼狈的神色 那时 那时我走得急 只能拜托国内的朋友 关照你 事情出得太急 我怕你在里面吃苦 所以辗转找了徐律师帮忙 那后来呢 后来为什么不联系我 我不依不饶 后来 叶清怀的眼神里 有一种叫骄傲的情绪 因为后来发现 我的太太实在是一位 太优秀太坚强的女孩 在我没看到的时候 她已经飞得很高很高 而那时的 我还没有足够能力 伴随在她身边 好在最后 我们都变得足够优秀强大 足够我们重新站在一起 我惊讶于叶清怀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忽然想逗逗她 你就不怕 我身边出现其他人 她的唇边露出狡黠的笑 我够幸运 四年前就把你牢牢绑住了 四年前你选择了我 就再也逃不开了 我的叶太太 不远处 叶清怀沐浴在金色的光芒中 向我伸手 而这次我毫不犹豫扑向她 因为我知道 我也站在了阳光所及的地方 闪闪发光 番外叶清怀 第一次见到齐悦 是在院办 她来拿这学期的助学金 大大方方向教务老师道谢 毫无疑问 她很漂亮 不自知的那种漂亮 但我注意到她 是因为第一次见到 如此坦然的贫困声 像阳光下一杆细嫩的翠竹 柔确韧 鬼使神差的 我向老师打听了她的名字 后来 我在更多场合见过她 专业课 辩论赛 竞赛场 贫穷并没能暗淡她的光芒 每次见到她 我都有种感受到 那旺盛到野蛮的生命力 那是我从未有过的东西 再后来 我听说她家出了变故 她开始变得形色匆匆 那蓬勃的笑从她脸上消失了 取而代之是无尽的倦意 我很想念那笑容 于是那天 当她泪眼朦胧地问我 能不能跟她结婚 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后来的每一天 我都在庆幸 那天她遇到的人是我 领证那天 我们去拍结婚照 我在摄像师的指引下 慢吞吞靠近她 偷偷牵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 犹豫地回握了我的手指 那一刻雀悦的心告诉我 我爱上她了 她顺利毕业了 正当我以为我可以慢慢靠近她时 领证的事情被家里发现了 父亲将四岁的结婚证 甩在我的脸上 怒斥我的任性妄为 我沉默着蹲下来 一张张捡起散落的碎片 父亲震怒之下 威胁要毁了齐悦 我第一次直视着她的眼睛 告诉她 这是我这辈子 唯一要娶的人 后来 父亲妥协了 但代价是我必须出国 等你证明 能不依靠家族 不依靠联姻 打下一份事业 再来跟我说 你要娶谁 我没来得及跟她告别 在国外的日子 我没有一天不想她 父亲狠心停了我的信用卡 紧紧支付了我的学费 他出事时 我正在餐厅打工 朋友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 手里的盘子摔了一地 一脸横肉的墨西哥老板 冲我大喊大叫 但我只想立刻飞回他身边 在朋友的劝说下 我辗转找到了齐悦当时的律师老板 请求他立刻去保他 好在齐悦足够优秀 他的老板很欣赏他 同意帮忙 不然 我想我会发疯 这件事后 我更加疯狂地学习 提前一年修完学分毕业 又花了两年时间 做到了某跨国公司 中国区CEO的位置 而我的女孩也在属于她的位置上 赢得风生水起 我知道 是时候回去了 这一次 我不再需要顾忌任何人的眼光 我要光明正大的牵起她的手 去赢得她的心